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如圖 有一個模型的拱門 它拱門的造型 這是一個拋物線 這個是一個二次函數 它的函數是這個樣子 然後他說拱門寬AB是20公分 那拱門高OP是8公分 然後椅子小名的這個玩具車 寬是12公分 那高是H 那他說如果能夠順利 通過這個拱門的話 那麼H要滿足這個條件的 最大整數應該多少 好我們先來看 這個方程式它對稱軸 是X等於0 所以你這個Y 我可以把它寫多少 寫成A 這個是X平方 然後它0點 是8 所以它最大指是8 所以是加8 這A它是小0的 然後現在的話 它通過哪一點 就是0 這是0,0點 通過10 0 所以你把10帶進去的話 我要等於0 就0是等於多少呢 這個A A 乘以10 平方法 加8 所以我就曉得 這A的話等於多少呢 等於那個 百分之負8 所以是多少呢 約掉4 12的8 12的8 45 24 25分之負2 所以這個 這個拋線 就是Y 等於多少呢 25分之負2 S平方 加8 好 那現在 它這個 玩具車寬是12 那寬是12的話 它這個點 這個點的話 是6 這是6 那這6的話 你對上去的話 看它Y值多少 那Y值的話 你就取這個Y值的整數部分 那整數部分的話 就是會比這個Y值稍微小一點 那這樣就能夠通過了 所以你就Y值 X給它帶6 S給它帶6 那抽出Y來 給它帶6的話 這Y 等於多少呢 等於25分之負2 乘以這個6的平方 加上8 好 那這個我們給它算一下 這個數值 這一個的話 這一個的話 這是多少呢 這是 8 它減到多少呢 這是 2 除以 25 再乘以 這是 那個 6的 6的這個平方 6乘以6 那這樣等於多少呢 等於5.12 這是5.12 好 所以它這個 就是說 能夠讓它通過的 最大高度的整數部分 就是2 就是5 就Y的整數部分 是等於5 也就是說這個高的話 是等於5 高等於5的話 它就能夠通過 所以答案的話 是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5公分 5公分 最大整數嘛 是5 答案是5 判斷 2 2